真主黨1,100個目標被炸 僅存最高指揮官租斬首 伊朗求聯合國保命 俄國撇角導彈發射失敗 核俄渣破滅 普京租兩盟友背叛 賀錦麗星期三發表經濟提案 川普說如果競選失敗將不再參選 台灣罕見召開民防會議 澳洲智庫說台灣是亞洲中等強國 美國大選兩黨爭奪賓州五個區 要擺選民是最佳選民 大家好 我們每天都收到很多來自健康520的正面犯規 今天分享來自西雅圖的王小姐 她有家族遺傳的高膽固醇問題 復用了三高代謝寶之後 她的膽固醇從160降到120 另外我也聽說那個擋骨醇的藥比較傷肝 另外這個擋骨醇呢 帶著這個肝功能也高原來 那我後來那個肝功能從25就降到17 就17就屬於正常了 然後我們先生呢吃健康520 她這個血糖啊就9 打針吃藥就都下不來 就是上個禮拜她說哎呀終於到了7了 上個禮拜我們先生去看的那個糖尿病那個醫生 然後那醫生就說哎呦最近怎麼樣了 是斷在身體啊 她倒沒跟她說她吃這個 但是她心裡就明白她的膽固醇也掉了 怪的膽固醇她現在只有81 所以一般這種健康產品 她都是補充品她都不掉藥 所以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三高代謝寶不單針對三高問題 還能夠調節內臟功能 幫助身體恢復平衡 提供長期的健康管理 如果你也都在尋找一款 天然的健康解決方案 不要錯過健康520的三高代謝寶 在星期一 9月23日 伊斯利對真柱黨1,100個目標 進行幾輪空襲 內塔利亞胡呼籲平民撤離 因為他們瞄準的是 真柱黨拿藏在設施中的武器 與此同時 今天 伊朗出台保命新規 並且在聯合國向西方事遠 表示 不想和以色列交戰升級中東局勢 願意和聯合國就核武進行談判 在星期一 以軍在黎巴嫩的貝卡山谷 發動了大規模打擊 襲擊了貝卡山谷 和黎巴嫩南部1,100多個真柱黨的目標 真柱黨的武器庫不斷爆炸 內塔利亞胡也對黎巴嫩人民發表講話 他說 我們在這裡和真柱黨作戰而不是你們 真柱黨一直把你當作人盾 在你的客廳裡 車庫裡放了導彈 他敦促黎巴嫩平民趕快撤離 以色列國防軍還展示了真柱黨 如何在黎巴嫩村莊的房屋裡拿藏武器 還有真柱黨如何試圖 從黎巴嫩的一棟房屋裡發射巡航導彈的畫面 而在以軍的第二輪攻擊之前 以軍警告這裡的居民要趕快撤離 因為這裡是真柱黨儲存武器的地區 貝卡山谷儲存著遠程戰略武器 包括導彈和核導彈 所以這個地區成為緊張局勢升級的關鍵目標 以色列已經瞄準了真柱黨為止 和包括存放武器的設施 根據黎巴嫩衛生部的報導 已經有492人在空襲中喪生 目前黎巴嫩南部以及東部的貝卡山谷的大規模疏散 一直在持續 數千輛汽車被困在全國各地的道路上 試圖向西北方向逃離 黎巴嫩的交通堵塞越來越大 而真柱黨也在星期一 在以色列發動第五輪襲擊後展開報復 向海法、特拉維夫和西岸的猶太定居點發射了數百枚導彈 以色列北部的那薩勒、卡米埃爾、拉馬特大衛空軍基地 和附近的地區都發出了紅色警報 另外真柱黨還襲擊了以色列的幾個軍用機場 路透社報導說 真柱黨瞄準了以色列的跑道後 以色列飛機在塞浦路斯緊急降落 而以軍鐵窮攔截了數百枚真柱黨的火箭炮 另外以色列宣布在國界戰線處於緊急狀態 批准了緊急特殊情況的安全措施來保護平民 包括更嚴格的安全措施、潛在的銷禁 和在高風險地區限制行動 根據NBC的消息說 在星期一 昨天伊朗總統佩澤·什基安在紐約聯合國大會上講話時表示 伊朗不尋求與以色列開戰而是希望該地區實現和平 伊朗可以與以色列達成協議 但取決於以色列方面做出平等的承諾 他表示 只要以色列願意 我們願意將所有武器放開一邊 不過 他也指責以色列加劇了緊張局勢 而伊朗外交部長阿拉奇表示 如果其他國方願意 伊朗準備聯合國大會期間開始核談判 呼籲恢復2015年協議 伊朗不希望成為不穩定的原因 外界觀察 伊朗開始意識到 以色列和美國這次是真的 有觀點認為 伊朗之所以復軟 與真主黨成員的傳呼機和對港機發生致命爆炸有關 路透報導 伊朗革命衛隊已經下令所有19萬名成員 停止使用任何類型的通訊設備 並且正在對所有的設備進行大規模的檢查措施 而且不單止只是通訊設備 安全官員拒絕透露細節 成員正在在通訊系統中使用端對端加密 伊朗對以色列特務的滲透深感擔心 已經開始對內部人員進行調查 主要是針對革命衛隊的中高階成員 審查的範圍 他們在伊朗和國外的銀行帳戶 以及他們和他們家人的旅遊歷史 在星期一 真主黨的第三號人物 卡爾希在貝魯特被清除 他也是這個組織 僅存的一位最高階的指揮官 真主黨的整個領導層 包括最近幾天新上任的 基本全部都被消滅 毀滅程度超過哈馬斯 真主黨領導層現在只是承低劉拉這個幹軍司令 另外以色列國防部官員透露 在過去的三天裡 真主黨的整個指揮結構 和近一半的中遠程導彈和火箭武器庫被摧毀 根據美國《有線新聞網》報導 隨著以色列和真主黨之間的失態加劇 美國正在向中東派遣更多軍隊 美軍將會加入以色列軍隊 而美軍哈里、S號杜魯門 以及其他打擊小組 今天離開了美國正在前往中東 俄羅斯七個重要的彈藥庫 日前有三個連續遭到烏軍無人機攻擊後發生大爆炸 少年雅格納的基地也未能幸免 這個被普京重磅的打擊 與此同時 日前俄羅斯進行的洲際彈道導彈的第四次試射失敗 這樣揭示了普京一個非常嚴重的漏洞 另外還有一個情況 或者可以迫使普京談判 在9月21日俄羅斯 貴方列茨克軍事倉庫被炸 這是俄羅斯三大彈藥庫存基地之一 也是俄羅斯軍隊後勤系統的關鍵基地之一 這個倉庫也被稱為第719炮兵彈藥基地 根據消息說 倉庫內至少庫存了2,000噸的彈藥 其中包括來自北韓的彈藥 另外附近的軍用機場也在被攻擊後起火 俄羅斯圖22的飛機就是在此起飛轟炸烏克蘭的 幾天前俄軍托羅佩茨軍事倉庫也遭到襲擊 當時有75萬枚重約3萬噸的彈藥被毀 根據報導 距離烏克蘭750公里範圍之內 有6個俄羅斯大型軍火庫 每個都庫存數千噸的彈藥 如果都被炸 會造成俄軍的彈藥極其缺乏 不僅如此 軍事博主還發消息說 瓦格納湧兵集團位於俄軍莫爾基諾的基地 近期突然發生火災 基地中的行政大樓也陷入了一片火害當中 更令普京頭痛的是 根據軍事博主在23日的消息 衛星圖像顯示 普京在阿爾汗格爾斯克試驗場發射的 薩爾瑪特2的導彈在測試中爆炸 這款大型的殺器據說可以搭載10枚的大型核彈 或者是15個中型核彈 不過關鍵的時候出了問題 發射井地面炸出62米的大坑 這是這款導彈連續第四次試射失敗 測試失敗引發了外界對俄羅斯核導彈有效性的擔心 薩爾瑪特導彈被認為是俄羅斯戰略核武庫的關鍵部分 華盛頓郵報援引消息人士說 哈利姆林宮現在越來越意識到反覆的核威脅正在失去效力 根據報導 普京正在尋求對西方採取更加克制的回應 特別是烏克蘭可能會使用西方武器打擊俄羅斯本土 另外 普京還慘遭兩個盟友的背叛 雅虎23日的消息說 印度和阿米尼亞在俄烏戰爭中的角色非常微妙 它這一方面好像是俄羅斯的盟友 但最近卻又被發現 偷偷提供大量的炮彈和武器供給給烏克蘭 印度在俄烏戰爭中表面上是保持中立 但據報導 印度製造的導彈借由歐洲客戶轉運到烏克蘭 交易已經持續了一年之久 而俄烏衝突中另一個軍火供應商阿美尼亞 是俄羅斯疾案組織的成員國之一 根據布加利亞軍事專家的爆料 大量彈藥已經靜靜地通過高加索地區 進入烏克蘭用來對抗俄軍 目前俄軍想要再次招兵 2日前 一些俄羅斯士兵的妻子 決定在莫斯科俄羅斯國會門前抗議 因為他們意識到 自己的丈夫被殺或受傷的可能性非常高 他們在開會時被警察拘捕 政治學家費申科表示 招兵的問題可能會成為 迫使普京進行談判的原因之一 普京害怕宣布新一輪的動員浪潮 這有幾個原因 例如社會緊張局勢加劇的風險 大規模的動員浪潮 可能會導致嚴重的社會不平衡甚至抗議 賀錦麗表示將於9月25日發表他對美國經濟願景的演講 主要是吸引搖擺州選民 同時川普在訪問中說 如果他在這次大選中落敗 在2028年他將不會再參選 而紐約時報最新的民調顯示 三大決戰州川普領先 根據美國之音的消息說 賀錦麗在星期三的經濟提案中 將會推動中產階級減稅 和有錢人和大公司的增稅 他採納了川普關於取消消費稅的提議 不過只限於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納稅人 他還批評川普對入口商品徵收高關稅的計劃 表示這將會提高商品成本 賀錦麗團隊表示 希望賀錦麗盡量將時間花在決定大選結果的戰場州 目前在CNN的民調中 川普和賀錦麗兩個人旗鼓相當 賀錦麗似乎比川普高一些 但在午餐範圍之內 然而在全國民調中 罕見地沒有民調領先超過5% 從州級的數據來看 賀錦麗和川普都沒有太大的優勢 根據CNN估計 賀錦麗掌握了225張選舉人票 川普就219張 而致勝的選舉人票是270張 另外根據《紐約時報》和 謝納學院最新的聯合民調顯示 川普在陽光大決戰州支持度領先賀錦麗 《紐約時報》在23日分析 統計結果顯示 陽光大三州選民認為 川普執政期間 人民生活獲得改善 擔心如果賀錦麗入主白宮 恐怕沒有辦法讓日子過得更好 這項民調是在9月17日至21日之間舉行的 713名阿里桑拿州選民 682名喬治亞州選民 和682名北卡羅納納州的選民 完成了查訪 不過 《華盛頓郵報》的報導說 7個決勝州中 賀錦麗支持到在4個州領先 在9月21日 川普表示 如果他在11月落敗 自己不會再參加2028年的競選 而實際上 川普的新政策打動了不少選民 近日 川普還和穆斯林的市長加利布 舉行了20分鐘的深入會談 這樣對川普來說可能是極大的助攻 美國唯一一個 完全由穆斯林治理的城市 漢特拉姆克斯 有超過40%的人口是外國出生 而他的穆斯林市長加利布 在22日宣布支持川普 加利布坦然 雖然他並不同意川普的所有議題立場 不過他認為 川普是一位有原則的人 希望川普成為美國下一任的總統 由於中共對台灣的挑釁越來越頻繁 加上軍演的規模也越來越大 外界認為中共是在備戰 而近日 台灣總統賴清德也罕見地召開了民防會議 根據澳洲的亞洲實力報告顯示 台灣屬於中等強國 根據彭博社報導 台灣戰爭復原小組 將會舉行首次會議 根據中央社援印 未透露聲明的政府官員的話 該機構將會召開會議 討論如何培訓和使用民間資源 並保持關鍵能源設施和關鍵基礎設施的運轉 而如何確保信息、交通和金融網絡安全 以及如何提供醫療服務和處理任何撤離計劃 也將列入議程 賴清德一上任 6月就成立了這個委員會 他擔心台灣在危機情況下準備程度不足 他表示 需要強大的自衛意志 來有效地應對各種災難和風險 因為中共宣稱台灣是他的領土 而對賴清德政府表現出深深的敵意 在台灣本島附近舉行了大規模的軍演 並不斷地加大對台灣近海前哨基地的壓力 還取消了部分台灣出口產品的關稅豁免 而不過 台灣前總統蔡英文曾經表示 中國忙於處理國外的經濟和政治問題 沒有時間入侵台灣 而根據澳洲智庫在23日發表的 《今年度亞洲實力指數》報告 從經濟能力、軍事、外交等8個指標 對亞洲地區27個國家進行了評審 台灣的綜合實力排在第14位 和去年一樣 滿分的100分鐘 拿到16分 比去年上升了0.8分 被評為中等強國 其中台灣的經濟能力最突出 排名第7 傳統軍事能力排名第11 暗性就是能阻止不利國家穩定的實際或潛助威脅能力排名第16 未來資源就是未來經濟、軍事和人口資源的預期分配排名第11 經濟關係排名第12 國防夥伴網絡排名第15 但外交影響力排名在第22 屬於最弱的環節 但在貿易方面 台灣出口最多的依次是中國 29.6% 日本是9.6% 和新加坡4.6% 而最依賴台灣的國家 依次序是新加坡 8.4% 然後才是中國 6.3% 美國總統大選中有一個說法 得賓州者得白宮 這樣表明 賓州是一個兩黨都勢在必得的關鍵要擺州 戰長州 在國會選舉中也是這樣 賓州在美國國會、眾議院中有17個席位 其中有9個屬於民主黨 8個屬於共和黨 兩黨在賓州至少有5個選區 已經展開爭奪戰 美國眾議院有435個席位 要成為多數 必須一個半 擁有218席 才是多數黨 而目前共和黨是以220席 對民主黨的211席 而在賓州的17個國會席位的國會選區中 民主黨準備將共和黨主導的 第一和第十區翻盤 而共和黨也計劃將民主黨佔領的 第七、第八和第十區奪走 戰場州之所以重要 是因為有很多猶豫不決的選民可以爭取 在今年的總統大選中 尚未決定支持哪個的美國選民 只是佔整體選民中的一小部分 而在賓州 一項庫蘭克林和馬歇爾學院的選民民調顯示 那裡仍然有3%的選民 還沒有做最後決定 而華盛頓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 目前民調往往不包括 這些還沒有作出選擇的選民的數量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 還記得按個小鈴鐺來訂閱 這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